明菜避风糖炒蟹吃完可别浪费 上头的蒜酥半乳白粥 又是另一番风味 小吃当中常见的炒蒜酥 却被发现有人偷偷装蒜 大批稽查人员来到工厂内进行搜索 里头卖的纯蒜酥成分不止大蒜 还从大陆进口蝉豆混合卖肤 压低成本分装 但业者矢口否认 甚至海北机场人员当场抓包 制造日期根本有假 明明才九月份 但上头标示十月十三制造 成了未来食品 为了压低成本 纯蒜酥混蚕豆一公斤只要十二块 比纯蒜酥成本第一半 就是蒜片的颜色比较深 然后蚕豆的颜色 蚕豆的颜色比较白 对它比较厚 它切片比较厚 假蒜酥颜色偏白 口味较淡 而纯蒜酥蒜头经过油炸 颜色偏深 除了想起浓郁 还带点微微苦味 掺了蚕豆的假蒜酥 假使蚕豆症患者吃了 恐怕会引发急性溶血症 严重可能致死 有这个辣椒的产品 油葱的产品 以及有这个蒜头相关的产品 那总共现场也封存了 两千多公斤的这个未来的一个食品 除了混冲纯蒜酥 还制造日期不时的未来食品 更涉及逃漏税 金额高达近千万 负责人夫妻坦诚犯行 分别以30万和50万元交保 建许萌辉张华报道